我其实都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过 我们要求政府是应该要增缝资源 下去成立一个24小时的特别法庭 去加快处理现在的职压 关于这段时间的暴乱的相关的检控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那个相关的一些检控的个案 都已经越来越多的职压了 我们这个是参考当年英国在2011年 应对骚乱的时候 他也都为了快速处理这些检控审理的案件 他也都成立了24小时的特别法庭 而大家看到出来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希望特区政府再三向他提出要求 就是调缝资源去做一个24小时的特别法庭 加快去审理那些检控的案件 尽快可以起到足够的阻嚇性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 亦都可以达到恢复秩序和止暴制联的一个安排 另外也都提到就是说执法的团队 包括警队 应对现在的这超过半年的暴乱都是身心俱疲 我想对于他们的人手资源装备 我认为政府都依然是需要 因应他们的需求 是要再调缝资源去配合给他们的 各区我们仍然是见到 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连同场 就算执理完之后 都会有机会死灰复然再出回来的 我觉得其实特区政府 也都应该调缝资源给不同的部门 和执法的团队 去做一些恰当的持之以行的清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